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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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 Mustle 分享美食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比較特別 叫做狗仔鴨 為何叫狗仔鴨 台面有很多不同的醬 以前 用來這些醬 是煮狗仔 現在不能煮狗 也不會吃狗 我們就煮鴨 用醬料去煮鴨 有什麼材料呢? 我們買一隻米鴨 還有這麼多材料 去燜一隻鴨 今天我們用 Salamaster 9QT 大鍋 去煮鴨 我們燒熱後 放少許油 如果太熱 太熱 就要 倒多點油 然後我們倒回器具 然後放鴨 煎一煎 煮鴨 把鴨 把鴨 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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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鴨 夾金螺色拿起 然後我們放些薑 乾蔥頭 蒜頭 先爆香 然後把香料 八角 花椒 乾辣椒 放下去 爆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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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炒到香 聞到香味了 現在關小火一點 不要太大火了 放醬料 不要太大火了 好了 再把小火爆炒 細小火爆炒 好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隻鴨 進去 好 好 我們可以放一隻鴨 好 好 好 我們可以放一隻鴨 就可以加水 普通的锅我们要浸过鸭 Sala Master因为有半真空的功能 我们就不需要放太多水 因为它会有锁水功能 我们放下其他锅水 滚了之后 用小火炆就可以了 等它先滚了 鸭炆了半个小时 把鸭炆了 把鸭炆了之后 继续炆 大约15分钟 到时再看熟不熟 鸭炆好了 鸭炆了 就可以拿出来了 汁呢 汁是稠稠的 可以了 这样我们可以煮 再热一点 收一收汁 好了 完成了 我们可以斩了 好了 今天鸭炆了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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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了 2 3 1 2 1 3 5 6 4 5 6 4 6 5